虽然好,不用。 《可爱的善事》 《拿会眼刀的法师》 昨天晚上,我的母亲跟我讲说 你看了这么多书,你应该上来讲一下 所以,我 今天,我的母亲,我很高兴,我看到母亲来带你修政后密码 我真的很高兴 因为小弟工作的关系 我接触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他们我们坐下来谈 除了谈生意 他们很喜欢讲老虎 什么老虎 有泰国的老虎 有中国的老虎 有印尼的老虎 我跟他讲 这不是很稀奇啊 我家里也有一条 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我很喜欢跟我的值得顾客 说戒淫的故事 好像当下的清凉心 我先中会跟他们讲一下 世尊的故事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是发生在我的朋友 他1986年在加拿大毕业回来 当时是经济萧条 他很了解 一直了解 我接他很多失踪的时候 他很想看 不过他没有回忆 后来他跟我讲他亲身的经历 他说他1986年 在加拿大毕业 大学毕业回来 在新加坡工作了两年 回到来马来西亚 一直很了解 我问他为什么 他自从看了世尊的时候 他说 世尊里面好像当下清良心 老爹的故事 老爹的心思里面的 他说里面的故事 我全部我都做过 那些师尊说 那些借银 他说的全部他都做过 他很后悔 他说我今天有这样的后果 都是我犯的隐喻 他非常的后悔 他看了世尊的事 他眼泪也掉下来 他很喜欢看 他说他有五年很风光 为什么风光 他有一个加拿大同学 和印尼华侨很有钱 他在印尼开一间厂 请他做总经理 那时他很风光 他一直飞来飞去 他飞到哪里 他做营业就要到哪里 他说最记得在 他飞到耿丁海南的班商业 我很不清楚了 他说那边也是很多 他翻了应该很重 他说他的相貌很庄严 他有一个缺点 他的相貌很富翔 他有个缺点 我说可以说 他唯一的遗憾 他是比我们当时高一点点 他跟我说 虽然他平时没有什么修法 他在梦中 他知道他在做梦 他在梦中做营业 他知道他在发梦 不过在梦中他做营业 他说很爽 很痛快 他知道在梦中发梦 你知道吗 很奇怪 他说 他发的应该很重 所以在那五年之中 他找到很多钱 后来他跟着下属一个 你有夫自妇 女经理的通奸 他在五年存到有一笔钱 他出来自己做开厂 开了厂之后 他是做那些电子的 特别的 他做QC check那时候 没有问题 他一销售出去 安在人家的厂 或者是park里面 就发生问题 不到一年倒掉 倒到现在也是很惨 他现在迎回了 回到冰城 后来他 我相信他也是有回应 他在 在吉隆坡那时候 他 被他的经理炒了 炒了优异 炒了优异之后 他知道他给他两个星期的时间 他回去冰城 他一无所有 他晚上 在他的住的房间里面 他有一宗关系音符上 他说他念关系音符上 念到天亮 只是求关系音符上 给他一辆车回去冰城 他一直求 后来他每天买万字 你知道多多翻地 一块钱他可以中十五块钱 他买到身上 有一天他买到身上 没有钱了 甚至三块钱 OK 他随间买一个字 真的给他中 头角 四十五千 一辆车 他就要坐那两车回去冰城 所以说 在我工作我面对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他们一桌上都是讲这个老虎 到这里修正佛秘法 这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 好像金武在这个汪幽国 汪幽国什么呢 那本书 汪幽国的神行 金武跟师兄讲 最大的孝顺是什么 最大的孝顺是修行 自己修 也带着我们母亲 父母亲一起修 是最大的孝顺 谢谢大家